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要说娱乐圈最近最有话题度的艺人是哪位 在山河令当中爆火的张哲瀚肯定算的上市其中之一 在山河令开播以来 某平台上关于张哲瀚的话题讨论度获速上涨 随便一个的阅读量都是以千万做计算 最高的更是达到了43.3亿的阅读妥妥的一弱圈顶流 在这个阶段最为着急的就是张哲瀚的粉丝们 自从山河令之后 有着国民老婆的美玉张哲瀚通告不断 但粉丝们最希望看到的还是他的下一部作品 说来也巧 前段时间就有粉丝曝光了疑似张哲瀚在片场的照片 但看片场景景的话 一看就是大制作产品 片场的张哲瀚一身红色古装 外加银白的发色 明显就是新造型新作品 随后呢 有部分打探到内情的粉丝称 这是梦幻新朱仙为张哲瀚铃声定造的造型 本来粉丝们还抱有着将信将疑的态度 但没有想到的是 在消息曝光后不久呢 梦幻新朱仙还真的就官宣了张哲瀚将要出演的消息 梦幻新朱仙的官宣消息 放出来之后呢 瞬间就点燃了粉丝的激情 在短短的一个小时间中呢 该消息就被超过三万人转发 十三万人点赞 更重要的是一项一重粉出名的梦幻新朱仙 直接跟粉丝放上了拍摄片花 张哲瀚在其中一人分饰两脚 除了已经曝光的红阴影发造型之外呢 还有一个经典的墨绿古装扮相 更爽的是出演了梦幻新朱仙之外呢 张哲瀚还担任了锦理庄主的角色 粉丝们只要预约梦幻新朱仙 就有机会得到张哲瀚亲手发出的红包 而且只要在6月25号 梦幻新朱仙公测试参与的人数达到条件 就还有能够解锁梦幻新朱仙当中小折更多的故事 好 一问这次张哲瀚的演技将在梦幻新朱仙当中 得到彻底的释放 更重要的是 作为朱仙的系列IP作品之一呢 梦幻新朱仙的本身也是顶级的炸制作 梦幻新朱仙拥有18张大地图4500万平方米的美景 在画质这一点上更是堪称国内一角 张哲瀚这次能够拿到梦幻新朱仙这样的资源 看来热度更上一层楼只是时间问题了 回顾张哲瀚演艺之路 会发现他之前十一年没有火 是真的没有演技吗 其实并不是 而是没有遇到好的剧本 演员与剧本一直都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只不过张哲瀚一直运气不好罢了 俗套的剧本拖累了他的演技 直到今年遇到了山河令 才让他得以爆火 自从饰演山河令爆火之后 张哲瀚的演运似乎突然变好了 不仅接二连三的参演了多部优秀正让影片 而且还获得了微博电影之夜年度最受关注演员荣誉 更重要的是 继山河令之后 最近他又要出演《梦幻新朱仙》又一部作品 作为以经典IP朱仙改变而来的作品 《梦幻新朱仙》在剧情深度 以及剧本精彩程度方面 与此前他出演的山河令相比也不成多让 纵观往年参演过《朱仙》IP系列的作品 会发现这个经典IP曾捧火过一大批著名演员 可以说张哲瀚这次出演《梦幻新朱仙》绝对是强强联合 值得一提的是 和之前不同 这次粉丝是有机会和张哲瀚直接在《梦幻新朱仙》当中亲密接触的 粉丝只需要在6月25号《梦幻新朱仙》工作前预约 具有机会解锁小哲背后的故事 以及张哲瀚亲自送出去的红包 对于广大张哲瀚的粉丝们来讲 他出演《梦幻新朱仙》也是一件非常值得庆祝的事情 山河令的热度还没有过 又参演一个顶级IP作品 大家甚至还有机会去游戏当中与他进一步接触 这是不是一个莫大的惊喜 各位小伙伴们喜欢张哲瀚吗 你们愿意守护他吗